小小工廠 里头堆满了各式木材 眼前这位江湖人称阿烟师的江龙烟 逛着脚丫子 买首在机台前 飞溅的木屑 捐曲得像面条一样 在工厂堆起一座小山丘 这是阿烟师四十年如一日 每天工作的累积 这样五六十年老车床 这台机器喔 对啊 看似平凡 有点年纪又不算精密的机器 是与他相守一辈子的工作伙伴 阿烟师身怀独有的木工车床技术 现在放眼全台 几乎一惊绝技 这样多大 哇 这样 这样又有大 我这边跳台都要用这样 有时候他操他就倒转 没了 逆向没了 就有 俗称跳台的木工车床技术 首先固定好木材 利用机台旋转的离心力 再借由刀数来回的快速移动 削切出产品形状 内部削出雏形后 再跳到对面操作另一把刀束 从外部削切 一位师傅同时做两份工 因为动作不断反复跳来跳去 不仅考验师傅车工 还有体力 那就是这样跳来跳去啦 是不是我要在这儿跳过 那你还要跳到过来 俗称这样 大家就说跳台啊跳台啊 以前的车的小杯店 人有打的车 一天有车五六百个了 像你们像你们这个年纪 跳也不烂 那现在我六十级了 又要跳不走 尽管六十多岁的他 笑说年纪大了跳不动 但他依旧每天都会进来工厂 从白天待到黑夜 没想过退休 你们在这儿看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吹一个 如果你们主人来看 然后三分钟就吹一个 采访过程中 阿烟师爱讲笑话 喜欢聊天 但面对手上的木材 可不是用这种轻松的态度 做东西我们算是要做的 比较完美 这样人比较不说话对吗 有棱有角的木块 经过跳台修饰身形 再拿出不同好数的砂纸 分次打磨内外 粗糙的木材 还变得更玲珑 光滑圆润 虽然纯手工 但催毛求刺的职人精神 让每一件作品 犹如机器量产般稳定 有这个指甲轮 比较不会变形 这也是一个原理料 这项跳台技术 发源自1897年日本快晶 又称为快晶式车床 由于日治时期 台中风源开始发展林木叶 成为中部木材积散中心 一直到1970年左右 梅商公司来台投资 引进了日本跳台技术 主要用来生产木制沙拉碗 大量外销欧美 也造就了风源神钢一带 有许多小型木工车床厂 那时候有日本人来这里买嘛 还有贸易商来这里买 以前风源几千人在车呢 两千多人在车呢 现在没人在车呢 因为不是啊 日本订单也没有了啊 回想全盛时期 有上千位师傅 专门替美国公司代工 赚新台币外汇 一直到民国78年 政府禁止伐木 加上工资成本提高 产业外移到中国大陆 导致台湾市场渐渐凋零 如今像阿烟师这样的跳台师傅 已经成了稀有动物 隔开 年近期群的阿烟师 不但是木工师傅 也兼送货员 采访这一天 带着我们一起去交货 体验他现在的工作日常 那订单一次多少 没有啦 都 现在很少超过五万了 就拍走了 算多了 有了他幾千零萬的 握著方向盤上的手 是常年工作過度變形的指關節 儘管現在沒有外銷訂單 景氣大不如前 付出的心血與報酬不成比例 但阿燕師始終堅守在 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還有塞鋪 這間七億資材行 是阿燕師的主要客戶之一 剛做好的木製碗盤 成為木胎 送來這裡 能帶木製品的下一道工序上漆 我們這一塊的領域 漆器的領域 其實大部分都是 九成以上都是木胎 現在已經很少人在做了 都要需要進口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是輾轉得知 現在還有 神剛這邊還有一個 瘦國僅存的阿燕師 阿燕師在做我們的這個木胎 由於台中豐原位處大雪山林場 以及八仙山林場的出入口 林木業長期發展下 帶動了當地木材加工 漆漆等等產業聚落 像阿燕師這樣子的一個 的職人 職人真的是瘦國僅存的 未來希望不要有斷層 希望能夠讓他的 這樣的一門好手藝 繼續繼續的傳承下去 但在資本主義掛帥的 代工產業鏈中 再好的手藝 也比不過快速的 自動化車床技術 現在CNC又出來了 量大了他們可以做 簡單的可以做 現在CNC很多在做這種的 更精密的他都會用CNC做 CNC標準化大量生產 造就更低廉的價格競爭力 以木碗為例 中國大陸平均製造單價換算下來 約70元新台幣 而台灣手工木碗 一個單價約150到200元左右 價差兩到三倍 曾經台灣代工創造出 前沿腳目的時代 隨著產業凋零 傳統手工技藝 還是有難以取代的價值 白口太小了 不好毛鯊 你穿這個毛鯊還好 白口大大的 這算三角形的 那這個銅三角 這工車二十幾次而已 阿菸師拿出得意之作 0.2公分極薄的杯身 與倒三角形的設計 數量少工法困難的訂單 大多數CNC車床工廠都無法接單 客人就會找他幫忙 只是今年累月的工作 再加上喜歡挑戰高難度作品 三年前也讓他累出病來 本來會長瘤啦 發炎都是長瘤出來嘛 騎摩托車 都看有時候快撞到安全島 就是我每天在那裡搞壓力很大 現在我就歲數也多了 老婆也多說不要做得太累了 幸好經過治療已經康復 雖然現在年紀大了 跳台技術又需要體力 不過只要有人委託 阿菸師幾乎都不會拒絕 仍然全力做好每件作品 我本來就是要做到三個月了 堅持到最後 因為如果我們做下去 要專業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做到不會做啊 或許老師傅的跳台技術 有一點老氣甚至過氣 儘管江湖不在 阿菸師的職人精神 卻是台灣木材代工史上 難以抹滅的MIT記憶